台湾电影金马奖创始于1962年 成被誉为华语电影含金量高 专业性强的奖项之一 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项 这本是一场大戏好戏 尤其自从1998年内地演员李小璐 获分金马影后以来 每年的金马奖 也成为了全世界华语电影人 共襄胜举的一刻 然而今年将于11月份 举办的第56届金马奖 受去年纪录片获奖女导演 不但言论牵连 落得个鸡飞蛋打的尴尬禁地 现实内地香港在国际影展 备受好评的佳作短片 不留情面的声明不参战 大事大飞面前 包括刘德华 古天乐 张艺谋 乃至于台湾本土大牌影星 纷纷流流去异 失去全部大牌明星加持的金马 很快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不久前 金马奖四大赞助商也相继退出 连希律背后支撑的金主爸爸 都隔续断袍了 金马奖陷入了世面楚歌的境地 与此同时 今年内地金鸡奖官方宣布定制厦门 将和金马奖同一天开办 隔岸相对 倘和内地电影新人的同时 也和金马白一白手腕 这一消息 无疑给金马奖又投下了一颗震撼蛋 令台本土电影人 不难感到一失紧张的气氛 于是 他们自发对那位女导演提出了深切的痛斥 挥一挥一宿 不带着任何责任的她 烂金马奖支撑影人及工作人员们 帮她背了大黑锅 事实上冰冻山池非一律之行 终观历节金马奖 去年卷入争议分波也绝非偶了 旅前在内地一档对谈的节目中 台知名人士和东南卫士女主持 吕强 一阵剑雪道出金马奖尴尬现状 并披露了金马奖 值得生诗和反诗的所在 最近几年的金马奖 为何配不上谈公正和含金量 她以53届金马奖最佳男演员获得者 范维老师为例 称金马奖引地发给内地引人范维 称引发当地部分人士不满 看过范维主演的 《不是问题的问题》的观众 应该明白范维在片中 不险伤不漏水的 把人情社会的绿一壁表现了出来 桌有坟园丁武员 妙手空空请妙摘 过有不及有大心 影片各个方面都堪称精品 范维演角色 总能给了一种踏实的感觉 并往往能以惊喜回馈 相信只要有好剧本 她如何重新的表演 可以被任何人看好 更何况金马主委也是认可的 这个影帝拿的也是实质名归 含金量极高 可即便这样 她也遭到了台媒发声抵制 范维老师获得了妹妹以求的龙女后 面对这种压力想必既头疼又无难 事后 接受港台媒体采访时 她一感玩意的谦虚卢雅 主动提及并硬气回应了台媒的不满 港台媒体可能有爆冷这种想法 内地媒体朋友包括观众朋友 对我不是那么陌生 范德彪 要夹制 觉得特别好玩 无独有偶 想与国际获奖无数的巩力 2014年凭电影《归来》第一次 叫做金马奖影后时 也与一票之差 摆给了台湾一部文艺小片 以及一个不被人看好 名不见精壮的台湾新人 陈湘琦 但是巩力非常不满 并一度传出他炮昏金马奖 曾彻底认识到 这是一个多么不专业的电影节 回来所有艺人都瞧不起 纵观金马奖历来的提名 和获奖名单不得不成了 他确实曾有过不错的评价水平 和辉煌的地位 而近些年 他成为了不博大 不豁达狭隘的存在 只会优秀地包装自己 近年金马奖除了保持相对公正外 明显在不遗余力 扶植本土的中生代和年轻人 留出一些保护性提名 甚至不惜令他们 踩着内地实力派上位 可以说 在有心之能的操纵下 一次又一次和广大电影观众 唱对台戏 金马奖的含金量早就败关了 直到去年 女导演火药味十足的发言 令事态快速升温 不仅把台下的内地和香港人 折腾得不得安身 也终于令李安和侯孝贤 等台湾优秀之身人 多年的努力复吃一句 一道金马与内地引人之间的分水岭 至然而然就出现了 如今台梅报金鸡强壮金马 我看事实恰好相马 明明是你们先有诗功语 上演的一出 无知无畏 不作不实 几率56届金马奖公布 入围促选作品名单 由于缺少内地和香港电影 诸委会只好左右焚园 吃下难看的请来 新马太影人站脚助威 比如新加坡的乐带雨 马来西亚的波罗命等 这份名单烂人看来很是陌生 这也遭到不少网友吐槽 这是好了 没人争了 第一部台湾电影都能拿假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与影帝实质交臂的台湾演员 邱氏 今年居然高达五部电影入围 这一回影帝应该手拿把撞 毫无压力了吧 再往大了说 这算是组委会和演员 彼此的心照不宣吧 只是这含金量 怎么看都像在玩过家假 实在烂人有点一笑大翻 此外 从演员角度看 如果一个颁奖礼 只能矮个机力把高捡 那又有什么参与的必要呢 就算不完 也该被放进历史国务馆了 事实上 曾经台湾营业在未进入内地市场以前 前进十分暗淡 不少优秀在台影人都不知何去何从 觉得没有明天 直到开放了内地市场 他们才得以更好的发展 如今一小撮台湾影人干扰内地和台湾的影剧交流市场 对内地不会产生一点影响 因为内地营业早已崛起 不过类型多点开花的叫做又较好的点名 紧碰而出 而对台湾来说 无疑遭到了重传 又人为至于至乐确实令人唏嘘 华语电影一直在往前走 从来不是内地艺人离不开金马甲 而是金马甲离不开内地的艺人 事实上 很长一段时间内地金鸡与金马而言 也像一位知心大姐姐 称向往善良 向往有如乃大 试图共同发展 达到双银 并向所有人宣传这种思想 殊不知 对方既搞清楚自己的地位 连饮水诗言也做不到 只会像餐饮一样恶心了 不过 餐饮就是餐饮 除了温温温又能干啥 自家电影节宣布暂停参加 第56届台北金马奖以来 印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特别是香港很多影视公司 和艺术家都有回应 所以大陆香港电影都缺席 今年的金马奖成了 至于至乐的笑话 在金马奖颁发的最新名单中 即使是赞助商的身影 也无法看到 举办这样一个大型活动的成本 非常高 如果没有赞助商 中飞远将是天文数字 去年的金马奖 每天租金的成本 大约是几万台币 而每天几百辆车的成本 接近一千万台币 估计很多钱在一年半时 难以聚在一起 随着国际品牌的离开 只有少数本地小品牌 正在努力支持金马奖的巨额开支 金马奖一直是受人瞩目的焦点 现在已经落到了 省级颁奖典礼的地位 所有从事影集 及相关行业的台湾人 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 事实上 这不仅是金马奖的重大挫折 也是中国电影的重大损失 毕竟金马奖的评论 仍然非常严谨 大陆应该提高 至极的电影业务标准 樊龙的电影市场 有专业的权威和电影竞赛 当然 它将吸引各种金奋化 真正创造一个 冤有自己话语权的电影时代 大陆抵制金马奖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向金马奖的组织者和台湾当局表达了 对赋予台湾独立演讲的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